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接下来两天 我们又是验尸 又是调查现场 白天黑夜连轴转 但案件一直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 星期天晚上 行者疾风的直播也没有照常进行 可能是手上没有人治可用 我问黄小桃 要不要全程发布通缉令 提醒广大市民注意 行者疾风应该正在物色新的目标 黄小桃摇头说道 没用的 那样只会引发社会恐慌 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根本阻止不了 天色已晚 我正打算跟王大利和老姚回学校 突然一名警察跑过来说 队长 凶手开始直播了 我们火速赶去 大家在一间会议室集合 用一个投影仪把视频投到墙上 和前几次一样 一开始是一片漆黑 能听见一个人的喘息声 今晚的直播室的名字 依旧叫做地狱审判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 行者疾风比预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 难道是今天晚上刚抓到的受害者们 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 等着看清受害者的真面目 过了一会儿 行者疾风 用经过处理的声音说道 李端荣 你一直都渴望成名 今晚 我给你这个机会 我一瞬间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 今晚的受害者 竟然是他的搭档 最强皮皮侠 其他人也是一场震情 直播室下面的评论瞬间炸了 虽然这些观众 很大一部分 也是看最强皮皮侠的直播 但当得知 一个主播要争死另外一个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是抱着期待和兴奋的心情 灯光亮起 看清画面之后 我不禁倒抽一口亮起 他全身赤裸 皮肤油光光的 好像涂了一层油似的 身上有些瘀青 他的嘴涌现缝了起来 只能睁着眼睛 拼命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乘坐的东西 竟然是一个古代用来惩罚当妇的木驴 但却做了一些改装 双手双脚 被捕兽夹式的夹子给夹入 鲜血之流 我注意到 他的屁股下面 有一根安装在木驴背上的木桩 从我们的视角 只能看见一小段 一大部分插在他的菊花里面 木桩上有一些血迹 估计被削得很前 猪肉蓉的腰部 还绑着一枚定时炸弹 倒计时定格在一分钟 我万万没想到 行者疾风 竟然要亲手处理掉自己的搭档 也许是网站的命令 或者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 猪肉蓉的擅自行动 差点让他们俩暴露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 亲手杀害自己的搭档 丧心病狂这四个字 都已经无法形容他扭曲的内心了 行者疾风用平淡的语气 继续说道 接下来 你将在上万双眼睛面前 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表演 愿我说明一下 你身上有一枚定时炸弹 实现只有一分钟 想从这句金管上逃脱 你必须把那根木桩 不断插进自己的身体 插到很深很深的地方 束缚你手脚的铁夹 才会打开 好好把握这一分钟 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吧 审判开始 第一的一声 定时炸弹开始倒计时 猪肉蓉呜呜的剧烈挣扎 一直过了二十秒 他才狠下决心 拾劲地坐进木桩里面 鲜血不停地流到木马和他的腿上 老妖说了一声 卧槽 我看不下去了 腿门出去了 王大力可没老妖那种中途离弃的胆量 双手死死揪住我的衣服 牙齿一直在打架 木桩可能已经死穿 猪肉蓉的肠胃 血刷刷地流淌 同时 手脚上的夹子 再一点点打开 他痛苦地昂着脖子 眼睛鼓得快要从眼眶里爆出来了 这一幕 让不少警察看得直摇头 观看直播的观众却异常兴奋 瀑布一样的弹幕和打赏 几乎把屏幕整个覆盖出来 我只好把弹幕关掉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只剩十秒钟的时候 猪肉蓉终于让铁夹打开了 他用鲜血淋漓的双手 赶紧去拆开腰带 可是却拽不开 只剩五秒钟了 猪肉蓉一把拽开自己嘴上的线 声嘶力竭地吼着 慌一种 我操你全家 然后 他快速说出一串数字 只是还没说完 炸弹就引爆了 轰的一声 满屏血雾 镜头震动了一下 上面见了不少的血肉 我看见猪肉蓉只剩下下半身 整个人身体全部炸没了 从枪子里露出一坨肠子 里面隐约能看见一根沾血的木桩 黄小桃捂着嘴说 太残忍了 大家还没有从这恐怖的一幕中回过神来 我赶紧拿出纸笔 把猪肉蓉死前报的数字写了下来 我说 看着像一个手机号码 但是少了一个数字 黄小桃拿过一看 脚际数镜把从零到九的数字填进去 十个号码全部搜索一遍 警方是可以卫星精准地定位到一个手机号码的地理位置的 很快我们查到其中三个号码在南疆市 其中一个在慢慢地移动 我说 现在是凌晨一点 这个移动的号码很可能就是行车机缝 黄小桃大手一挥 走走走 说着 大家立即上了警车朝那个目标赶去 路上我问黄小桃说 就回来人质里面 有个女人吗 黄小桃点点头 有一个职业是叶总会的小姐 难怪 今晚这个目榴机关 应该不是专门为猪肉龙准备的 行者疾风 急于处理掉猪肉龙才演出这一出 没想到阴沟里翻船 猪肉龙竟然在死前一瞬间 透露出关键情报 快到目标地的时候 手下向黄小桃请示 目标正在快速离开 要不要追 黄小桃问我 你的意见呢 事发突然 行者疾风会采取哪种手段躲过追捕 我觉得他会打一辆车 把自己的手机扔在车上 自己朝其他方向逃命 黄小桃说 电影里的常用手法 然后他吩咐下去 兵分两路 一对去追目标 一对去搜索目标最开始出现的点 我们来到目标最开始出现的地方 出人意料的是 竟然是一栋郊区的别墅 我看见门上挂着招租启示 一看就是掩刃耳目的 因为 从窗帘后面透着光 里面是有人住的 我们推门进去 屋里一股电线烧焦的气味 从一间屋里传出一阵强烈的热量 以及啪里啪啦的声音 我叫他 不好 他们正在销毁证据 我们冲进去 看见一排电脑正在熊熊燃烧 助燃物是汽油 警察赶紧切断电源 从浴室弄水过来灭火 火熄灭之后 我环顾四周说 这里有十几个人待过 朱肉蓉告诉我们的 不是汪一舟的位置 而是这家直播网站的工作室 我来到客厅 盛开验尸伞 叫王大力给我打照灯 地上清晰地印出一行脚印 我笑道 这王人当时一定是手忙脚乱 用汽油销毁证据的时候 自己踩了不少 走 我们去把他们一网打尽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五集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便 Major Sket minions